大亨西村是本宮唯一的私營年中屋 居民說設施老化希望可以重建 或者安排入住其他公屋 不過政府和發展商都說 未有重建計劃 位於石杰美港鐵站旁邊的大亨西村 樓齡超過50年 8層樓高沒有電梯 住在3樓96歲的潘伯伯 行動不便 幾個月來沒有下過樓 他扶著 都說一吸一吸 都說這樣 很難落 很難落 兩個手都說 一屈親就沒有了 平時靠這張椅子推出去走廊 望一下風景 他自己來走 他自己慢慢這樣 你知道他全都說不值 有些鎖鎖子 鎖鏈的就是不再送給人 居民鄭太說 單位已經日久失收 每個月給680元租金 十年來都沒有加過 租約期滿也都沒有人來 他覺得管理公司想居民自然流失 不是說搬走 有些年紀大 走都很多 這一層樓最走得多 他希望你們不在這裡住 等你走走 他將來就 負擔他少些 因為不用說 安排你住屋 各方面 大坑西村是全港唯一私營年租屋 在1961年一批太平紳士 組成平民屋羽有限公司 莫得政府以特衛地界批出土地 條件是要租給低收入人士 屋邨有1603個單位 平民屋羽說 入住卵約有八成半 因為對未來規劃仍未有定案 所以暫時凍結空置單位的偏配申請 立法會議員奉建基劃 兩年前平民屋羽曾經提出重建計劃 但條件是要賣出部分地皮作為重建費用 當時政府對賣地有保留 已無法成事 他認為政府應該接手管理 既然有些人都三不管 又不理他 我覺得作為香港一個這麼繁榮的國際都市 怎麼可能接受一個這樣的機構 有得這個屋邨撫難下去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介入 房屋處說 大坑西村有平民屋羽全權負責 若果有重建計劃 會積極提供協助 無線電視記者南海予報道